万龙会议 这第一届是召开了 第二届就难产 为什么呢 因为美苏双方也对这个会议本身 想加自己的干涉 甚至也想积极的加入到亚非会议当中 所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对这会议本身都有利益诉求 这就使里面受两个大国影响的国家 产生了种种利益纷争 虽然确定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后来这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里 确定了十项原则 包括经济合作政治合作等等 但是会议之后呢 这个公报呢 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 双方定好了 说我接着来 哪些哪些会议我再召开 一直推迟到1965年 才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可是由于东道国阿尔及利亚 政治出问题了 会议无限隔浅 一直隔了50年以后 到2005年 第二届亚非领党人会议才召开 今年2015年是第三届亚非领党人会议 也就是说万龙会议的 确定的大原则大方向 一直对今天都有着积极作用 依然有着积极意 可是如果没有当年万龙会议 确定这些方向 可能当时的亚非局面 依然会混乱无比 依然会在冷战的局势之下 很多地方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 那么对于中国当时的百废待兴 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发展自己经济 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其实也是当年万龙会议精神的一种延续 因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把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 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个机会 让各国家在经济上加强合作 如果说当年的会议呢 还有着浓厚的争夺国际话语权 国际政治话语权 尤其是反对单边主义 实行多边主义 实行不结盟运动 政治诉求大的话 那么今天的亚非领导人会议 他的经济诉求就很大了 包括我们前不久说的事情的亚同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当中的经济话语权进一步加大 也是要反对垄断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一带一路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秉承着 六十年前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同不相原则 只不过是从政治领域之内 恰当地延伸到了 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领域之内 所以我想这是万龙会议精神 永远还发挥着极其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